方芳的这种压力 我特别明白 这种感觉 在大二的舞台上 我也体会过 我也试过 一个人在舞台上的压迫感 的确让人窒息 像方芽莉这种情况 你有想过去重新争取吗 你想过吗 可是 我知道你在纠结什么 但是不渴望压轴出场的成名 就不是我认识的成名了 我知道你为毕业大戏 付出了多少 放弃了什么 我当然想压轴出场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上一次精选 我确实不如方芳 舞台上的情况 什么都会出现 但舞台承认 努力和自信 的确 舞台是最公平的了 成名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完美的呈现一场 毕业大戏 这个剧本 源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这个毕业大戏的舞台 也属于我们每个人 都会变成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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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